好,歡迎大家收看我們2016年度賽季HKU聯賽第七分站的100cc決賽 100cc決賽,HKU出名多,今早100cc有21架車,今天是星期六 我們明天有13號,還有100人 現在這個100cc的21架車,講一講的名次,頭車,Ronald,我們全年聯賽成績帶頭的 第一名,Ronald頭車,二車也是我們聯賽第二名,Sam哥,Samson 然後三車是Daniel,四車是Tony,Tony Fox 今天這輛表現好一點,之前比較黑的這傢伙 第五名,Kendy,第六名,GP,第七名,Anson,第八名,Man Man Fox,生仔,玩得不錯,第八名,第九名,Uncle Chan 剛剛這輛年紀是最大的車手的旗幟可嘉 然後再來到第十名,Samuel 再數下去,Brian,Tim,Gary,Alex,Benny,Fan,歐子杰,Kelson,蕭祖邦,Jack,陳詩仁 不說那麼多了,剛剛80cc我們決賽,發生一個好戲劇性的事情 一二車,在最後衝線這隻彎,就在這個位置撞了一碟 變了一些名車,洗牌來的,當中牽涉到我們兩屆全年總冠軍的Petro和LVS 不說那麼多了,咦,我們再換多個圈,可以多一點時間 我們再換多個圈,領航車沒有離開賽道 但現在我們在這個Formation Lab,就排得很整齊,HK,大家知道 我們現在看看那裡,剛剛那場真的很戲劇性 Petro和LVS最後一隻彎,直路前,就比較慢車腳 可能經驗比較淺,一出直路沒什麼看的 即是撞完車就spin完,馬上出了 那就變了,Petro和LVS就真是老貓燒鬚 我們被他炒了一碟,慘到 最後那些朋友回來,講著阿Mike,金星 金星這場聰明,出張Turbo Card,我第三名 金星是我們新的80cc,那群朋友來的,還有Zero 就下了一至三名,Benet最後拿了第五名 氣劇性,所以玩小型賽車,即是不要放棄每一個機會 即是跑第七名,我放棄吧 豈不知突然升回兩名,對聯賽分都有幫助 那不說那麼多了,領航車帶著這一組車起步 我相信這一個圈會起的,不再等的了 通常Formation Lab最多兩圈 看到Karen在下面,剛剛我們去完日本 深操原,對他披抑良多 對於他開車的技術,對於我們攪車的安排 都大開眼界 希望可以將這種的經驗帶回來香港 我們HKU,希望大家攪車可以玩得開心一點 那不說那麼多了,所有車進入直路 另外車離開的12車,阿Warno和阿Sam哥進入直路 那所有車進入直路起步 沒有人爬就,阿Sam哥洩了個漂亮位,漂亮檔 看有沒有車炒線沒事,去了T1 再來看我們T3,Warno帶著阿Sam哥 這組起得好,一講就有車炒了 1,2,3,炒4,5,最後那兩個被得開 那看Warno帶著,阿Daniel上來了 Daniel上來了,阿Sam哥再來第4名 那個好像,那個是誰來的? 第4名,那個真的看不到哪個,那麼AX啊 接著通知福特就跟著第5名了 阿Sam哥,錯了 6800,好像是GP來的喔 GP手車都不慢的 但我問他是不是GP,不過真的要看一看 那我們一穿車帶開有少少散,即散開了 那不是那麼近的,位置變化方面相對沒有那麼高的 那大家看看Tony怎樣做法 我很想Tony,即是玩過前面 希望有些成績啦,比較黑的,出名就 人就沒什麼,是黑一點 那我都盡量小癡去的,其實都,影響了我的運氣 那先說回來,Brono仍然帶著超過1秒的時間 都要緊隨便 那現在看我的主力,不如拍一下阿Sam哥加阿Daniel 那Daniel這個很文靜的車手,很斯文的車手 但是呢,走車真的不危 看看阿Sam哥跟他怎樣格鬥 1 2 3,就走車Brono走開了 2車Daniel,3車Sam哥 4車就好像... 咦,好像... 我先聽一下,不好意思 好像是Tony來的,可能GP有些意外 那我看看Tony,是Tony來的 4車,Tony Tony其實現在技術都OK的 我自己覺得都開始很成熟一下 但就可能每一場的發揮也都運氣 希望他有一個穩定一點的發揮 才會這麼長 那1秒跑了上去咯,頭車不講理 拍攝比較緊張少少的 Daniel加阿Sam哥這句2 3名的組合 好話說,Daniel要追頭車就暫時沒有希望 現在唯一希望就是阿Sam哥的室女 想想怎樣過阿Daniel 過了Daniel之後就會嘗試想想怎樣再上 不過... 不過... 走得太遠了 想要怎樣拿頭車就比較不切實際 那Sam哥現在集中火力 那你怎樣對付阿Daniel 不過Daniel的車圈速快 你會看到他越拋越遠了 反而先看一下Tony 又拍一下Tony Tony剛才有一節 Hit One 就是撞山彎 對到一個慢車 看看他會否發生同一個錯 沒有,送你過了 這裡有個壞車在 先舉手 先不知甚麼事 剛剛眼見二三車沒甚麼大變化 Tony先給我 close up你先 好,今天我們又再轉回Daniel 加阿Sam哥這個組合 距離有成一秒的分別 開始阿Daniel走開了 因為Sam哥想可以中攻的機會都沒有 那我就看看 應該會看到阿 阿,網路網路先不說網路 會幾個禁後 慢慢爭 不用用aggressive 暫時沒有甚麼對手 有時玩車都去跌倒聯賽全年 八站分站 鬥到第七站 保住分數是很重要的 有時玩車當然和朋友 左擴右擔是最好玩的 左擱右擱 但是保住全年的成績更加重要 付出了全年時間 今次你放水 希望拿一個全年好成績 我們現在到全年總冠軍 領先緊的 在桌上 Ronald也是這組冠軍 領先中 看看阿翔藍旗 Daniel前面的車子 吃藍旗 看看會不會讓Daniel Daniel是一個很穩定的車手 很穩定 很誠實 可能我多話說 他有一個小話說 不要被那萬車搞到 熱賴 Daniel呢 比較萬車了 Sam哥馬上上去了 馬上次近了 我剛才說的一秒優勢沒有了 玩我們這輛車 始終大家有比較參差的 新人 第一次玩一年 玩兩站那些 剛才都玩過了 不停說這句話 明日會分別在過萬車那裏 剛剛聽完一些 做得不太好 有什麼聲音 哇大佬千祖男朋友 好機會啦 還不騙你啊 剛剛又有車在尾灣 我剛剛都要放下了 我們救援馬上去 大家已經看到 跑車救援 阿堅哥 馬上跑去救我們車手 這樣拍到這裡 好看一點啊 Sam哥跟Daniel 如果以經驗呢 即是我們搞車的經驗呢 Daniel的車是快的 剛才他黏過 也給Daniel走開 我相信 剛才已經有分開 少少少少少了 剛才Sam哥跟著他的車尾 其實是一輛車距離 現在進完這輛之後 又欠了四五輛車 我相信只會越拉越遠 如果大家正常情況發揮一下 不過 Anything can happen in karting 所有的機會都可以發生的 剛才大家也看到啦 這個好戲劇 就是我們全面 永遠在尾圈 最後一輛 炒了一碟 那Sam哥 我想管著這個 信念 先不要放棄 真的不要放棄 到最後一輛才會發生事的 那Sam哥仍然窮追 猛打 阿Daniel 那我就 鬆一鬆手 先拍一下 Tony 第四名 駕著四十七號車的Tony 那他眼看不到 他看不到 二三車在前面那麼遠 那他自己駕駛 私人讀潮水 自己駕駛自己的時間 沒有啦 大家剛才我又趕這輛 又再拉開了 圈速來計 Daniel是快 那看看 賽道上有沒有突發事 發生的 如果不是容易發揮 要有少少影響 他們的名次 暫時還未見 除非真的在慢車 或者個人自己 有少少失誤 那前面車手有幾個失誤 你也有幾個失誤 那大家看看 在彎道 Sam哥是比較快的 那直路的車 可能Danny也變成少少 那直路的車 其實比較好 那現在開始有慢車 開始在逼藍棋 了 Danny過了慢車 你看看Sam哥 過不過得順利 幸好他讓給Sam哥一下 那頭車 Rano走了很遠 我不拍他 找不到 因為我一找 我拍得很差 我自己的手持 但iPhone Sam哥比較慢 夾夾 Rano在哪 我不知道 我看見到 Danny過了 看見到 Danny過了 看見到 這個混合 我等一下 測試一下 看見到 頭車在哪 Rachel幫我 在我旁邊 Rachel幫我看見到 29號車現在在哪 應該逐出沒有 剛剛那個充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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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差很遠 這個是二車Daniel 剛剛那個充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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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免你了 不好意思 看看Sam哥 看看這個距離 看見到 Danny過了 當然是快點 看見到圈速 看看那些充線點 不是 Sam哥都很久黏了 剛才黏了一個 彈花一燃 聞到他的屁股 有些少少 吃氣了 又拉開了 那到時我們所有車手 就會在12月18日 玩我們HKKU2016的Grand Final 所有組別都會在那天決賽 所以那些朋友都上來看 決賽 看看我們全年總冠軍的誕生 是可以上來沙甸看的 Danny又過了一堆車 再來跟Sam哥 他有車夾住了 穿不穿得出來 所以穿到一輛 穿不到第二輛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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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了 沒辦法了 掛著穿 滑了 Sam哥 應該沒有追錯 但是為什麼 Tony又沒有了個優勢 Tony 剛才的筋都沒有那麼厚 難道這傢伙有自己滑了 連這個機會都沒得舔一下 沒有 Tony應該自己有少少犯錯 不拍他 現在會更加沉悶 我相信一二三名 要再變化大一點的機會很少 Ronald剛剛眼睛看到了 我們還有三圈的比賽 我們Ronald在這裏 我眼睛才能受到 Daniel現在才能過期待 我相信十二秒的分別 分別有 那現在我不會了 慢慢開 替著小心 慢車就不要那麼過去 第一天就洗三個洞 那就繼續走進去 有幾年來沒有給那些 無定是我的朋友 小白那些 撞到碰到 應該順順利利的 Ronald現在在這裏 過了分排 過完這個尾彎 出直路就會顯示 只有兩圈的比賽 沒有啦 Ronald心路有數的嘛 他知道我已經傳了 29號車 沒有啦 Blessy也沒有需要 Blessy這樣開 這個是Ronald 不好意思啊 剛剛人影到Ronald 二車丹尾彎 才過了地下線 那當然輸了 差了很多的了 大家守著我的位置 走著而已 那Ronald又去撞三彎 完成了一半的路程 好 Daniel現在才出四方彎 我拍Ronald 又去到其他分牌 回來就會見到 Last Lap那個牌 眼睛發光了 那Ronald心肯 快點完啦 14圈的決賽 有點累的 對車手來的 快點完 至少要拿到半分 Last Lap 好我主要拍Ronald 剛才後車真的沒有變化 仍然是 Daniel加 Sam哥 再加 爺爺 Tony掉到第五名 Tony GPA 67個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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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座彎 可能原來的車 你沒有幾個龍 哦 Anson來的 哦 Anson哥哥 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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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座彎 我常常拿冠軍啊 那看 Rachel好正 看回Ronald先 我們去到最後三連彎 前面完全沒有車影響到他 我相信冠軍 這次走到拿來 沖洗Ronald 恭喜 我們今集分任的冠軍車手 嘩 這裏就Spinner Sam哥來的 剛剛拍到他Spinner 和他慢車 Daniel 衝線 耶 Sam哥這樣跌一跌呢 不知道會不會影響個名次 我看看Anson在哪 Anson真的上了 Anson加Tony 再拿Sam哥 Sam哥都扔了 軚盤了 都發生少少少了 Karen呢 掩著嘴又笑 哦 有體育精神 有體育精神 嘩 這兩場決賽也有少少變化 講一講賽後的成績報告 Ronald本身領先 這場冠軍 Sam哥二車 本來第三車完成 現在跌一跌跌到第五名 少了大概四分 如果沒有記錯 看看最後全年Grand Final會有什麼影響 也會影響我們全年名次 我們下一站再見 好嗎 好嗎